题目泰前书第一章第五节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从来说到品格那方面 以前曾经提过香港人很少家 甚至过牧师来到香港 品性品格也会被同化感染了 其实由牧师开始了石安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建立了一种 好像大将之风 就是去送带 所有东西都是送的 你这种品格 和那些所谓外国牧师 他们自小都在外国成长 长大 但是来到香港 突然间都会被香港人 这种品格小家 去影响到的 就好像你之前 有个外国人的牧师 在你少少成功冒起的时候 他们都很强烈批评 论断穆斯利 这种品格是属于很低壮的 他们为什么这么容易 受到这种渲染呢? 所以在以前来说 我们就偷像化地说 或者是熟灵地说 就是天通熟灵气的按摩 所影响等等 但现在你知道灵 本身就是我们的性格 是我们的品格 就是我们真正的自我 真正的自我 如果这样我们理解 品格其实是互相感染互相影响的 即是说你是一个 就算是很大量的人 但你去一个很少家的群体当中 你自然就会学了 他们那种习惯去保护自己 这个就是我发觉很多人 就不懂得取舍的 因为为什么呢? 比如举个例子 如果你把信仰变成一个交易 例如会篇说到大家卖钱的 明明每一次都有交易 我不管你卖贵了卖便宜了 或者原价或者有折头 那你都是钱与钱交易 每一次交易都会是一个小家的试探 所以神的家里面 为什么不可以在圣殿里卖牛羊甲子呢? 就是因为信仰不应该是一个 制造到一个品格恶化的地方 因为信仰应该是一个品格昇华的地方 里面牵扯了很多技巧 你们永远一生都不知道 因为像我们在在前面说过 我们一生当中九成的思想 永远都是想这三样东西 就是过去或者将来 不是现在 想的就是我们未拥有的东西 而不是我们拥有的东西 我们想的大部分是我们控制不到的东西 而不是我们在控制中的东西 所以你会看到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不是现在 我们不是现在 因为我们不在现在的时候 我们全部都在一些我们控制不到 以及将来或者过去悔改的东西里面的时候 就导致我们的品格很难去有好的昇华 以及有一个真正活在现状 能够对现实有一个参与 所以神制造宗教仪式 宗教仪式就是现在 是现在 你为什么要祷告? 你为什么要禁识? 我到你知道现在是多么辛苦 你为什么要连续同仁呢? 我们活在当下 我们活在当下 而不是在幻想当中 才能够改变你的品格 你不会看到幻想器之后 然后你会改变品格的 反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是私社会的 好了,现在回来了 如果你看见现在是那么重要的时候 但是现在既然是那么重要 我们在现在的时候 在现在的时候 都制造一些街市的一样的交往 街市嘛 即是卖东西 绑架 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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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这些是不是品格的互相尖严呢? 所以通常一个牧师 外国牧师来到香港 你只要继续会有买菜 你有生活 你有跟街坊聊天 就会被他们的 spirit影响了 这个spirit 当然是很抽象的 叫做spirit 但是在实质来说 它影响你的品格 影响你的人品 即是为一个 不去街市买菜的牧师 变成一个 会去街市买菜 还要知省释见 又要讲价的牧师 它其实是spirit 变成了 因为多了接触 多了机会导致你的品格 受污染也好 或者感染人也好 所以在神的家 拿神的家的买卖 是不许可的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将神的家 变成一个街市 所以很多人 只会看仪式 只会看这些东西 他根本不知道背后 为了什么 最低能就是天主教 他的仪式 就是拿着佛 以为神圣 其实不是 神是用这些仪式 用这些所谓的粗恋 其实是让我们有机会 在品格上的昇华 但是你一定在品格上 作取写的时候 你永远活在当下 而不是活在麻醉当中 活在一个幻想当中 活在一个你不需要决定 只是不断灌输剧情给你 我看MCU 我看Batman 明白吗 这个不会对你的品格 有任何影响帮助 但是现在当下的取写 就要在品格上决定做什么 所以当下是最重要的 所以才有熟年初年 所以在讨告、读经、灵修 才对那些人有用 但是很多人做一做一做 又将那样东西变成年后王 慢慢变成又是 不在当下了 所以神不提醒我们 听性格的重要性之前 祂就用了这些 导致在里面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适得变通 因为你自己和自己 你自己和本圣经 你自己和诗歌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变通 你会决定 你会在里面 拿到inspiration 在里面拿到一些 性格 奴也性情的 这些提议 这就会导致我们的品格 提升了 信仰本身就是提升品格的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 第五节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夜朝静 悠悠恶 吻吻烟半昌荣 银河泪影 已温馨 在外的滋梁中 恩恩向荣 温沙照明 敏感在重逅观性情 口音风沛心 旅共鸣 决心不会轿态 为主献憧憬 成长奋兴 金贝赴使命 跟主攀天国努境 爱言卓真卿 神换发心响应 神换发心响应 盼无悔今生 献献身身打拼 全城神意象 事奉满环参见 我一生永根主度灵 回报主人 每分秒 以诗歌感命 这生永根主度灵 神换发心响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